沿路飆車逃逸 發生交通事故後 拒捕的駕駛終於下車 下車 下車 員警立刻衝上前 把人壓制在地 手把往後 手把往後 因為駕駛提形撞壽 多名員警合理 才終於把人給上銬 只是才剛控制住場面 又有狀況 證明駕駛口吐白沫 當場失去意識 警察又沒要抓人 變成趕緊替他CPR 但他都沒有恢復意識 只好趕緊送醫抢救 事發到二十號晚上 新北市汐止 駕駛是一名五十二歲理性男子 身高大約一百七五公分 體重約一百三十公斤 他因為毒品案遭到通緝 開著自己的車出門 晚上九點四分 被警方發現當街攔茶 但他直接踩油門加速逃逸 逃到交流道口 撞上一輛計程車 自行下車 被上銬壓制之後 突然身體不適 口吐白沫 被送醫 晚上十點半 宣告不治 傳出警方抓人的時候 有攻擊嫌犯頭部 但分局澄清為控制嫌犯 只有用警棍打腿部 高大成分是因為體型的關係 可能是逃逸過程心臟病發 才會突然猝死 如果有可能把毒品吞進肚裡 也會口吐白沫死亡 但確切死因都要等商宴之後 才能還原真相 TVBS新聞綜合報導